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米 上集就和大家介紹過一戶建 今集不要讓它停 同樣是一戶建 這間就相對空曠一點 從外觀看 走簡約設計 同時亦有不缺細節的用心位 就像這個後院一樣 除了落地大玻璃 可以一覽無遺地望街景之外 亦可以增強空間感 最重要是利用了地基的高低差 造成一個可以進出 亦可以坐在這裡享受世界的空間 好了 說完後院 我們正式入屋 一入屋當然就一定有圓關位 右邊就有一個摺碟式的櫃 可以擺放雜物 而前面就有一個洗手間 空間略小 但值得一提的就是這個洗手間 不是黑漆 有一個窗 亦有抽氣線 對呀 有空氣流通 自然衛生很多 一出洗手間 就是這間一戶建的大廳 空間很大 擺放了一套日式的木餐桌 和木椅 還有一張大沙發 和電視櫃 雖然傢伙很多 不過也不覺得空間很小 足以證明這個廳很健洗 而後面就是剛剛提到的後院 樓下的廳就有一間客房 或者雜物房 這間房由於有落地大玻璃的關係 陽光都非常充足 加上還有一個大衣櫃 但試試正正都不錯 值得一提的位置是廚房空間都挺大 兩公婆加上奶奶在這裡煮飯都不會覺得嚴壁 而老頭、廚具、洗碗碟機 要有的都有 而設計師亦都很細心 利用了一個細小的空間 做了一張桌和椅子 搖身一邊變成了一個open area 就可以給小朋友做功課了 父母可以在廚房裡煮飯 一邊看著小朋友 而上樓梯之前就是一間浴室 地方不是很大亦都不是很小 剛剛好足夠放到一個浴缸 以及可以站在這裡沐浴更衣 出飯浴室就有一條旋轉樓梯 一上到去的第一個房間就是洗手間 空間同樣是偏小的 剛剛好無頂的 不過雖然就有抽氣線 但就不像樓下的洗手間 上層的洗手間就沒有窗 而廁所一出就是一條長走廊 當然就有幾間房間 右邊就是主人房 空間超巨 除了四四方方很實用 還有露台之外 更有一個巨型的衣帽間 除了空間很大之外 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就是 這個衣帽間 這個衣帽間就可以製造一個房間 參觀完這個衣帽間 對面的房間就相對小很多 但也有一個大衣櫃 最後一間房就大一點 更有一個私人露台 不過風景就欠奉了 當然有就好過沒有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這間一戶建 總體來說我就覺得很實用 而且外觀精緻 加上細節滿滿 還有擴廂位其實都沒有 這間一戶建 我就覺得一定非常搶手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不喜歡這間一戶建 歡迎大家留言說一下 今集就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